現在沒有智慧音手機應該不到一趴了 因為你沒有智慧音手機的話 這樣可能連要做點事情都不知道怎麼做 你會發現公務部門現在所有東西下面都有個QR Code 所以你這個QR Code怎麼產生 就這樣產生就OK了 複製貼上 另外這個裡面還有一些 像剛剛這個連結已經有13個人點擊了 這個我下午產生的 所以等於是剛剛已經有13個同學動作比較快 已經點進來了 所以這部分簡單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怎麼產生QR Code 那分享我想這個各位 我建議各位有空的話可以玩玩看 其實就很簡單 這邊不是你就產生一個資料夾 然後把東西丟上去 丟的方式就是點下去 檔案或資料夾 然後就上去了 甚至你可以拖拉放 拖拉放下去 它就直接傳上去了 那如果你要分享的話 旁邊不是有個箭頭 按下去不是有共用 共用裡面再共用 就會產生一個什麼網址 那這個網址基本上就是我剛剛產生的這個網址 它出來的話就像這樣子 那你可以把它變成這樣子 或者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下載的話怎麼下載呢 其實非常簡單 後面我們會兩階段 就是大概前半段我會把基本函數 基本函數做一個說明 然後基本函數的應用怎麼樣把它變成VBA 那第二階段是進階的範例 兩階段 那裡面的話會有範例檔 那範例檔有一個IP 0102對不對 你請你把它下載 點下去 然後下載的方式非常簡單 右下角有個箭頭有沒有 你就把它點下去 這個時候呢 它就download下來了 在這裡 將來你就怎樣 在資料夾中顯示 不過我建議各位就是 盡量用Google瀏覽器 不要用IE瀏覽器 慢慢改變習慣 我覺得因為為未來做準備吧 那目前IE 因為公務體系很多系統 還是只能用IE 那沒辦法 那還是用IE 那如果不行 就是這些 因為我基本上 現在很少用到IE了 那用Google的東西 我建議各位用這種方式比較流暢 關閉的話這邊就有個關閉 另外第二個範例點下去 也是一樣 這邊右下角下載 這樣的話就下載我們的這個範例檔 0102 另外講義部分的話 這邊是第一個階段 然後下載的話也是一樣下載 然後一樣的方式 這邊把它關閉 然後第二階段的這個這個 也是一樣把它下載 那最後會在下方顯示 或者你可以到哪裡呢 雙鍵號這邊的那個下載 也可以看到 這邊都有 那你可以在資料中顯示 那我建議各位將來可以把這四個檔案 先把它放在你的隨身碟裡面 那下一次上課就直接打開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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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